解读影视作品 体会生活百态 大家好 我是竹梦 汉武帝刘彻的继位 除了景帝的认可册封以外 后宫中的五个女人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伯皇后与丽姬的对决中 丽姬使用阴谋手段 让伯皇后主动辞去皇后之位 看上去丽姬的上位之路已经没有了障碍 却也让景帝感受到了一丝不安 她开始担心 如果丽姬有了权力 会不会像豆太后一样插手将来的朝中事务 另一边 长公主刘嫖找来媒婆为自己的女儿阿娇 和太子刘荣提亲 想要亲上加亲 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毕竟景帝身体不好 豆太后又年事已高 得为自己以后考虑 可是她没想到 自己时常寄宪美女给景帝的所作所为 早就引起了丽姬的反感 媒婆还没进门就被骂走了 也就是从此 长公主对丽姬怀恨在心 王美人在听说了这件事之后 就跟田坟一起盘算起来 王美人担心丽姬母子一旦上位 他们很可能不会有好下场 必须早做打算 田坟提出让刘彻跟长公主的女儿阿娇 定个娃娃亲 这样就跟豆家攀上了关系 此时的王美人认为 已经没有了上位的机会 一心只想着如何保全自己一家人 说话做事异常的小心 不但把田坟赚来的珠宝首饰 送了一些给丽姬 就连景帝传唤去汤泉宫侧候 排在了丽姬的前面 也要专程跟她报备一下 自从伯皇后被废 丽姬门前就络绎不绝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现在皇后之位空着 母平子贵 下一任皇后基本可以确定就是丽姬 本来就傲慢的丽姬 这下更是要上天了 就连手下的婢女也是趾高气昂 伯皇后被废之后 丽姬认为册封皇后是早晚的事了 开始着手下一步的计划 要找一个能够忠心辅佐刘荣的大臣 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豆婴 这就是承诺豆婴 如果你愿意辅佐刘荣 那么将来的丞相之位就是你的了 随后又将长公主提亲的事告诉了豆婴 豆婴听完却说 豆婴已经将其中的利害关系 分析得非常透彻 目前站在汉朝权力顶端的三个人 景帝 豆太后和联王 长公主是唯一一个 能够在他们中间穿梭自如的人 长公主时常进宪美女给景帝 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好 豆太后也曾经说过 她死了以后 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留给长公主 而对于梁王那就更不用说了 后边梁王犯事进京 不敢走大路 怕被景帝半路截杀 偷偷来找长公主帮忙 也是长公主亲自陪同梁王赴京请罪 这一出细节就能够看出他们的感情 但即使这样 利己仍然听不进去 这就怪不得元王会说他偏执无知 能力有限了 这也告诉我们两个道理 一个是跟正在气头上的人讲道理是没用的 另一个是人在气头上的时候 最好不要着急做任何决定 如果说薄皇后的事不算什么 那么这段话一出口 就真的让利己彻底与皇后之位无缘了 正问你要是有一天 任千秋万岁 那十几个皇儿 你会怎么对待他们 既然是夜犬陈姬 各司其职 难道他们自己不会照顾自己 臣妾也不是他们的奶吗 你走吧 我 目前来看 利己的所作所为 不但惹怒了景帝 而且也与长公主结下了梁子 长公主可是个有仇必报的人 既然你不同意刘蓉和阿娇定亲 还在背后骂我 那你这皇后就别想当了 这不景帝大病出狱 刚通知恢复朝会 长公主就下手了 他找来利己的哥哥利奔 大人在朝廷掌管理 现在皇上有利后之意 大人何不在朝上奏请皇上 早利皇后 北臣向皇上奏请利谁呢 当然是你们利家的娘娘利贵妃了 如果皇上问起来 你可以说 是我请你出面奏请的 我们已经商议过了 利奔本来还有些犹豫 但既然长公主已经跟景帝商量过了 那就照章办事不就行了 他也是个直脑子 也不想想 要是景帝真想利皇后 还用得着他去说吗 第二天朝会上 景帝一上来就先问了 皇陵见得怎么样了 并且说皇后寝宫 暂时不用管 窦英一听就明白 看来利皇后的事还是不能提 可是他没想到利奔却站了出来 这段话中有几个关键点 首先是提出利后并没有什么问题 关键在于这个人是利姬 还是利奔的亲妹妹 景帝本来已经对利姬非常不满 他这么一说 又多了一层争权的嫌疑 其次是代表百官议员 这可是结党营私 第三跟长公主商议过 这就彻底惹恼了景帝 长公主不属于朝臣 而是景帝的家人 如果说以上两点还是在商议朝政 那现在就是插手景帝的家事了 长公主的算计也就是在这 听完利奔的话 景帝意识到 利姬为了争夺皇后之位 竟然开始结党营私 但是利奔和利姬 还是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能够引起景帝足够的重视 那么是什么让景帝 动了废除太子之心呢 答案就在于太尉周亚夫 前一天晚上 利姬曾经派人跟周亚夫联系过 利奔提出利后时 周亚夫也站出来表示了支持 周亚夫可是手握整个汉朝的兵权 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国家的稳定 窦英就曾分析过 景帝是要用周亚夫来制衡两网的 连他都倒向了利姬 这不就相当于又多了一个凉网吗 这让景帝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到目前为止 利姬的偏执无知一意孤行 再加上长公主的阴谋陷害 以及太尉周亚夫的盲目支持 刘荣的太子之位算是保不住了 那么景帝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呢 欢迎关注评论收藏 我们下期再说 本事啊